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板子 已经站上17800点之上 我想先问三位你们的感觉跟看法 因为现在这个投资人也会觉得 有点点高 可能会有点紧张 这个时间点 你们会建议继续加码的 帮我按圈好不好 你说没有我觉得有风险的 我要调节 圈还是差 三个人三种意见 感觉不同的 好 微凉现在是圈 然后我们总监是一半一半 这个纯股足说差No 一个个来听 好 那基本上年底之前 本来就是抢钱行情 抢钱行情 对 所以我是基于说 如果你要抢短线价差 现在整个行情 其实趋势还是往上走 对 那事实上 不管是空手或者说空头 这一波其实面对这个 涨不停的行情 的确是有压力的 当然行情涨多之后 基本上我们会有两个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你是怕过热 第二个是怕涨不动 那首先我们可以来观察指标 就是其实从大盘的5日跟20日均量 来做比较观察 就可以看出这个行情是不是过热 那过热的标准 基本上我会把它定义在 就是5日均量如果大于20日均量 超过15% 那就代表短时间量能放太快了 太多人跳进来这个市场 那就有可能出现过热的回档 那第二种状况反而是说 万一量能不进 那代表其实大家会怕 会居高思维 找到这里没有人要买了 那行情当然也可能会震荡 不过这两种 它回档的力道跟格局 是不太一样的 过热一般来说 它回档会比较凶 那量能不进可能是 高档会有点震荡 或有点小幅度拉回盘跌 那我们简单来看 那现在是 以目前来说 到上个礼拜为止 5日均量现在大于10日均量 但是大于20日均量 但是大概只有超过 大概10个百分点 对所以其实它没有明显过热 有点热没有到那么热 对那这个反正就是 这个行情需要 就是说均量能够慢慢往上推升 那我们看到如果说 以今年的最高点 18034那个前后 事实上当时的两条均量 它的正乖率是拉到的 18%以上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 去对照一点 像今年大概在5月初 这一波来讲的话 也曾经来到17709 那当时的均量的正乖率 也超过了20% 而且融资也明显的增加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融资的一个增幅 但在短线上面 连续推升之后 它已经追上大盘的涨幅 不过它只有集中在 少数的一些特定个股 所以我觉得 大盘整理来讲 还是偏向震荡走高 然后去创历史新高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好 创历史新高 18030就在前方而已 对 已经到门口了 已经在门口了 按个电铃叮咚叮咚 进去就好了 好 总监 好 我非常同意 刚刚威良的看法 如果在明年农历年前 那就像刚刚威良讲的 台股会经经涨 会继续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明年农历年过后 台股可能要找到 新的主流股 不管是讲元宇宙 或者讲什么 第三个就是要选对股票 如果你选错了 可能都不动 其实还是有人在套牢 选错的话 对 所以 为什么我刚刚是举一半一半 就是我对行情的乐观 是先看到农历年之前 第二要选对个股 OK 好 农历年之前 今天有差不多是 1月26号封关 所以才有差不多将近两个多月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枪牵行情 好 我们来这个股肃人 可以叫你大叔 不敢 虽然做股票你发现都动灵 没有啦 那个人老的就要胡老 今年息 我39年次了 72岁了 是不是看不出来 对 真的 我觉得做股票精气神都很好 你的名字我知道 因为你是做股票 你觉得你是肃人 所以是股肃人 对 我一直讲我是肃人 因为我玩票 我的习惯就一年只玩两次股票 一年玩两次 对 玩到这个买楼中楼 不敢 好 这个行情你刚刚是举No 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如果做短线操作的 你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边画了一点 譬如说你这边进场是 你目前买股票在这里 第一点 然后你也不贪 你在做短线操作 你再赚10% 20%就走了 你到20%的时候 你就卖掉出去 或者你想要赚多一点 你降到三你也没卖 你在第四点的时候 你可以赚大概50% 或者40%以上 那做存股的立场来看的时候 我就从第一点开始 我就不管它涨跌一直看 等到涨到第五点的时候 100%我才会卖掉 OK 你是那个不翻倍不卖 对 我不翻倍不卖的 这个除了有缺钱用的时候 所以这边的话是你短线操作OK 你要赚个10% 20% 你随时有机会 股票股市指数在涨的时候 我是认为你任何时机进场都会赚 赚多赚少而已 你要赚个10% 20% 那个一定会赚 我觉得现在多头很好赚 对 只要是牛市市场 一定往上走 因为股市这一条虚线就是 股票的指数市场 一定往上斜线往上走 所以我存股是不要追 你要去看个股 刚刚陈雄讲的 去找个股 你自己慢慢去调 OK 好 我们来看 因为其实它存股族也非常之多 可能像你一样 有很多退休族都存股 存股怎么做 我们再来听听看 这个一年做两次 可以文文来谈的 富贵稳中求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现在是抢钱行情 有很多好的股票 你一定很有感觉 问题你要怎么追 不要追到花儿都卸了 不要追那个含苞待放 今天我们这个主委 自己在立法院也有讲 来看一下 最近这三个名字非常之夯 第三代半导体 低轨卫星 VRAR就是元宇宙 请问这三个 你有买到吗 你赚钱的项目 帮我写加一好不好 好 这三个产业趋势 到底接下来要怎么看 请总监帮我们分析 好 首先我们看 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 事实上以前就有了 第一代半导体 一般指的是 锡 全球第一大 是台积电 第二代半导体 是生化家 全球第一大 也是台湾 叫吻茂 那第三代半导体 当然目前 全世界第一大 暂时是美国的 好 那第三代半导体 它主要应用在哪里 就是我上面所写的高频 高温 高压 那各位想说 那高频用在哪里 很明显的就是5G 所以为什么在5G的时候 对高频的需求才会上来 就是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那高温 高压 用在哪里 电动车 各位观众 你看电动车也是最近 这一年才开始萌芽 开始大发力士 所以呢 为什么在以前 不谈第三代半导体 因为10G还没成熟 好 高频 高温 高压 适合第三代半导体 至于第二个呢 低轨卫星 各位观众都知道呢 在230年前是2G 再来进到3G 2007年苹果推出 第一台智慧型手机 开始逐渐进入4G 你我被4G影响了10年 从去年开始 全世界开通5G 好 5G也会影响你我 未来10年 可是呢 按照过往 那个电信网路的布局呢 都是要提前10年 所以代表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 已经在布局6G 那6G指的是什么 就是低轨卫星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元宇宙 元宇宙呢 它最核心的技术 是数位双生 Digital Twin 好 可是呢 那是一个平台 对 当你要参与其中的话 你要深入其境 当然你就带上ARVR 好 带上ARVR 首先你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平宽 够不够 在4G的时候 跑不动 那个ARVR 对 一直到了5G 才跑得动ARVR 所以为什么在那个脸书 在4G时代之前 不谈元宇宙 是今年才开始谈 因为我刚刚有讲过 全球去年开通5G 5G从明年会真正的大爆发 所以5G就会带动 元宇宙的发展 OK 所以这是欢欢应用的 没有5G就没有元宇宙 OK 好 那现在这些5G 跟这个电动车 这些息息相关 我们要怎么看 他们投资价值 好 各位观众都知道 那个我们买股票 优先看本益比 对 优先看本益比 那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庆宇所讲的 这些个股 都是未来看好的 所以在之前 可能都是 一个想象空间 所以在以前 我们买股票 看的是本益比 对 就我们希望本益比 越高越好 因为本益比 本益比越低越好 卖便宜 对 因为本益比低 代表殖利率高 可是很多股票 很多产业 它是不容易赚到钱的 例如生技业 生技业常常一个投资 就要10多年 之后才能赚到钱 所以一般我们谈生技股 一般用的是本益比 好 可是我们看元宇宙 因为元宇宙它是未来的概念 就像我刚刚讲 要5G时代 而且元宇宙现在也没有革命性的产品 或者杀手机的应用 目前都没有 都还是在一个凭空想象当中 所以首先它没有营收 所以不会有本益比 第二个 它也不是像生技股 已经投入研发 也还没有 所以这时候 我们投资界 这时候称这种叫本盘比 本盘比 对 也就是说你要胆子够大 对未来有十足的信心 那你就敢投入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 所以现在比胆子大 对 OK 好 举例来看 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汉磊这个今年才赚钱 对 那个就像刚刚庆宇讲的 头戏有很多都有买 那个第三代半导体相关的个股 例如就是汉磊 就像我刚刚讲的 第一代 全球第一大是台积电 第二代 全球第一大是稳帽 那台湾大家看第三代半导体 第一个想到的是汉磊 可是你看汉磊的个股 你看这么多年了 都还在赔钱 那汉磊公司也已经在 上礼拜前几天预告 它今年应该会开始赚钱 所以呢 投资第三代半导体 还是要有耐性 它虽然是未来的产业前景 可是要赚钱 各位观众还真的要有耐性 但是还没赚股票就涨成这样了 是 现在充满想象空间 好 问一下我们 胆子要够大 对 问一下这个胆子感觉也蛮大 阿伯 我们今天股数人 阿伯等级的 你会买这些股票吗 这种新兴科技 我基本上我都不碰 都不碰 你看看 元宇宙 它的一个问题叫metaverse 两个互合字混在一起 meta然后加universe 新的嘛 新兴的 这两个是互合字 你连字典就吵不到这种字 这种东西我怎么敢碰 不是要投资新的东西吗 投资新的东西 你就想一想 耗顶好了 高端 这个都是题材面 还有台积电也投资过太阳能 他也是亏了几十亿退场 所以基本上你新兴科技股 还有生技股 还有太阳能股 包括电动车股 这种股票 新兴比较新兴的 这种股票我都不敢碰 胆子小不敢碰 看不到就不碰 对对对 OK你这个跟一个人很像 巴菲特 都是神等级的 看不到就不碰 总结我们继续问 你刚刚讲那些新科技 的确很多数字都没有出来 那现在目前你建议可以投资的产业方向是什么 最近金融股也很行 你的建议呢 我还是建议看半导体股 因为你在支撤会的关系 所以请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你一定要具有国际竞争力 这个是一定的 可是你看台湾的产业里面 有几个做到世界第一大 有几个非常具有国际竞争力 那我们看半导体就不一样 台湾的半导体总体产值是世界第二 当然美国是世界第一 如果我们把它细分下来的话 台湾的IC设计是世界第二 晶圆代工 台湾占全世界66% 世界第一 下游的封装测试 台湾也是世界第一 占全世界55% 所以代表什么 半导体我们不但是世界第一 第二我们还非常具有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呢 当然是半导体前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呢 那个半导体呢 这段时间长不动 很多人都认为呢 是因为呢 它的下游 对 就是呢 那个手机 手机不好 笔记型电脑 出货量开始趋滑 什么意思呢 因为手机明年 2022年 它是个位数的成长 笔记型电脑呢 明年会是衰退 所以呢 半导体股长不动 因为呢 它们对明年的看法 转趋保守 悖观 可是 有一些新兴的应用 就像我刚刚讲的 5G 5G明年是会大爆发 第二个呢 当然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因为一个疫情呢 让数位经济提前了十年 现在大家都在云端 都用远端视讯 当然就会造就了呢 那个data center 就是数据中心 大量的成长 当然就会造就了 云端伺服器的需求 就是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简称HPC 5G 也一定会带动物联网 相关 sensor 当然 最后一个电动车 各位观众都知道呢 电动车的渗透率 今年占稳10% 明年会开始大爆发 那一部电动车 就用到很多的IC 所以呢 这四大新兴的应用 盖过了手机 跟笔记电脑的衰退 所以呢 WSTS WSTS才预估 明年全球半导体 不会衰退 反而正的成长一成 所以呢 那个第二个 就是我讲的前景 第三个看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台湾跟美国 美国的半导体 是世界第一大 台湾是世界第二大 庆宇跟各位观众 你仔细回想 从你出生到现在 是不是经常都是 全球第一大 跟第二大在打架 争全球霸主 你什么时候有看过 第一 攜手第二的 应该没看过吧 对 所以呢 台美呢 现在呢 双方的合作 把半导体呢 列为优先的 产业合作项目 所以各位观众呢 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呢 老大 攜手老二 打老三 就是呢 打中共 因为呢 中国大陆呢 积极力在发展 半导体 所以呢 各位观众 我简单讲 这三个结论 尤其呢 最后一点 在你的 人生历练中 你从来没看过 这样的产业历史 就是老大 攜手老二 联手打老三 尤其呢 老大跟老二呢 更是优势互补 从这张图呢 更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 美国呢 在那个上游IC设计 独霸全球 占66% 台湾 台湾 台湾呢 在那个中游跟下游 就是金元代工 66% 下游封装测试 55% 所以各位观众 透过这张图 你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台湾跟美国 简直是天作之合 美国在上游 IC设计 独霸全球 台湾在中游 下游 世界第一 独霸全球 这叫做优势互补 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好 看好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所以呢 开个玩笑话 我个人的投资呢 半导体股呢 占了90% 哇 总监自己大爆料 90%都半导体 因为说从来没有看过 老大老二一起打老箱 而且老大老二的关系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政治外交经济非常紧密合作 美国说对我们的承诺 叫做坚弱磐石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